3、2、1 会有什么影响 我不认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大家都会从这个通膨里面去适应它 所以在短暂的三个月六个月 你会感觉到物价或者某一些东西的波动 但是只要人类社会在好好的运用科技 然后好好的提高效率上面做努力 基本上通膨的效应只是短期的 全球天灾人祸接二连三 疫情爆发后物流缺跪塞港 紧接着恶物战争 美国等粮仓又出现旱灾 多重因素交错 让通膨巨瘦日益壮大 国际货币基金IMF前副总裁朱铭警告 2022年之后 全球经济将进入三高一低 也就是高通膨、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 尤其疫情仍在蔓延 像是中国大陆坚持动态清零 深圳、东莞、上海等制造业重症再度封城 恐怕锻炼危机再起 复苏之路充满变数 影响我们这一次经济成长率下修的四个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恶物战争造成原物料价格的大幅上扬 所以那个通膨上升会造成这个消费力 这个需求减缓 有鉴于通膨恶化 冲击消费信息 国泰基金微幅下修 今年台湾GDP估值 从原本的3.9%降到3.7% 联准会也同样将美国今年GDP 从原本的4%一口气降到2.8% 高物价后座力让欧美浮现衰退隐忧 结果商品价格又继续不上扬 所以它会造成美国的经济 因为价格上升需求就会减少 所以大家就会忧虑美国的经济会有衰退 除了战争导致通膨 另一项关键因素就是全球热钱流窜 炒高原物料价格 为了回收油资 包括台湾在内 许多国家都纷纷升息抑制物价 但专家担心恐怕遮铁药方还不够 今年要加息七次 那我觉得这种七次 它加得越大的时候 它恶化美国的国债的 负债的状况会更严重 因为它美国国债要付出的利息 等于就一直在double 这样一直在增加上去 那么对美国的经济的情势 反而是有害的 物价也可能受到压抑 但是度多大 还要看国际列 你供给面没有改善 我觉得这个反而会造成 经济有一点衰退的风险 外资摩根士丹利警告 美国经济可能在 二到四个月内见顶 并在五到十个月后落入衰退 通膨连锁效应正持续发酵中 TVBS新闻 罗诗鹏 戴源立台北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